我很爱她 但是我可能没有意识到她 这么想要的蓝图是这样 她的理想就是 有车有房有老婆 很安稳很幸福 那我就是一个比较享受变化的环境 简单来说 我就不想要过得太安逸 我们两个的目标没有一致 在往前的时候开店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痛苦 不只不赚钱 还让我们结婚这几年 赚进来的钱都全部流出去 还比这个金额还大 然后我就把对她的期许转换成一个很深的恨意 神把我们这么不一样的放在一起 他知道我们一定会有充分 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我为了你的好处 我愿意牺牲 让我们的关系被维系住 神很看重关系 关系越好就越相爱